在由射魔他进入到皮铺舌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两个问题是我们要去详细的思维的就是 射魔他基本上他还在意识的层次里面 还是在定的状态中间呢 这个还比较好了解 那么到了射魔他的圆满的状态就是呢 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 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在这个恰恰无心用 就是呢用心而却没有心用 就是对境而没有镜像 对境而不取成像这么一个状态呢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就是金刚经讲的说 无助身心 不助射身相会出宝而生其心 请问你不助射身相会而生其心 你现在是什么心呢 现在这颗心就是什么 就是射身相会出宝已经被消解 无相的之心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呢 当我们进入到皮婆舍那以后 由制造境 而后境呢 转成了智慧以后呢 进造智 再进一步的进造晋 由进造晋 而转成了全晋为智 的这么一个 残观的这个过程 全晋 就是三河大地都是一个智慧的源头 这这么一个理论呢 他中间 转换的过程里面呢 皮婆舍那 最后是全晋为智 这么一个理论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 先什么呢 是程序着 就是在射魔他的基础之上 就是恰恰无心用 不住四身一身外 出好而生其心 这个心心极极的这个 觉性极致之下呢 这个时候外在的色相六成呢 与我们的这个意识的心呢 统合了 没有了射 也没有了心的这个差别 就是色心到达统一的状态以后 色心到达统一就没有了内外 这个我们在上节课谈到 这一个 对境 在射魔他的状态之下呢 对境而没有成像 到皮婆舍那的色心相容统一 内外无别 混迷的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呢 很重要的问题是 就是六根对于取六成的这个功能 被消解了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六根 比如说我们讲说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红色的原子笔 这是一个白色的小茶碑 对不对 拍手的声音 这些听到的声音 看到了茶碑原子笔的这个像状呢 这就是像成像 可是在这个禅观之下呢 这个时候茶碑 跟铅笔和跟印象他不但没有成像 反过来他已经变成了智慧 觉性 没有色心根层的这个差异 转成全部都是觉性 都是常观 这就是呢 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就是呢 这些层 它是怎么样的 转成了 西色的 这个关系 听懂我意思吗 关系在这个地方 这个问题 我再重复就是呢 就是从色魔他的恰恰无形用 到皮肤色纳的色心相融合 没有色心的差别的 这个转换是怎么转换的 就是这个根层的作用是怎么样消解掉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去 要去解释 这种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不解释的话呢 这个禅观 就没有办法突破 色魔他到皮肤色纳的这个突破点 就没有办法掌握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第二个要谈到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这个善恰大体会转成的 全部都是智慧的决性呢 它背后的理由何在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 本身 勇家大师在李斯伯尔这一章里面 讲得很详细 他在圣摩他这边也有分析的一段 就是一切法是因缘生这个地方 用这个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比较 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完就不讲 那么因为 第一个问题 我看有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就是 跟成这个结构 怎么样被消解掉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善恰大体 它可以转成智慧 外在的无情可以转成智慧 这是第二个问题 它理由和它的地主点在什么地方 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在 对于勇家禅法 批勃射纳 可以说整个勇家禅法呢 最核心的两个理论的架构 那么第一个问题 它牵涉到的 比较牵涉到的 既含有理论的架构 而主体心又是什么呢 又实在是运心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心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这个 生出一面的心 我们修行观 禅观的时候 我们修圣摩他 修屁股圣摩他 我们要运我们的心呢 运转我们的心 这个运心呢 实际上就是运转的这套理论 这套理论就是我们在运心过程中 这个心事的这个解说 这个结构 所以我们要呢 把这个问题呢 进一步的借用教理呢 来详细的说明一下